金山区公所邀及新北市24个捐赠单位 共享盛举捐赠民生物资年节红包 在过年前陪伴147户弱势家庭迎新年 区长除了感谢并且颁发了感谢庄 每年岁入寒冬之际 金山区公所都会媒合善心机构团体送物资以及加财金 今年媒合的团体数量更是来到24个之多 是历年来最多 而金山区内的弱势家户共有147户 金山区公所也期待透过物资以及加财金的媒合 在传统年节可以提供弱势民众衣食无缺的丰盛年 而市议员朱雅琳也来到现场关心弱势家户 希望抛砖引玉 让更多企业团体关注弱势家户的需求 从台北线一直到我们新北市升格 也很感谢我们金山区公所 每年的这个时节都会做这样的平台 那让雅琳更感动的是 我们的慈善团体与年俱增 今年有24个慈善单位来挹注很多物资 而且这些物资非常之丰富 那今年也不一样的是 有很多新科的里长 雅琳刚刚也共同期许 我们这些新上任的里长 在我们里内平常我相信他们也会跟雅琳一样 本着对我们这些地方的一些关怀 有一些阴暗面或是角落 我们所看不到的需要被我们协助的这些里民 我们大家共同来支持他们 让他们知道说这个社会其实是非常有爱的 而且有爱来做出发点 我相信才是当今社会最需要的一份力量 除了集合捐赠物资的现场关心 还有平日里也会跟着里长的脚步 带着物资去关心弱势民众 现场更除了在地企业以及团体以外 还可以见到捐赠单位中有在立里长的身影 平常为里民服务捐赠善心时更是不落人厚 那今年比较不一样 特别感谢我们建筑单位已经达到24个 那高手只是一个媒体的平台 那人家常常在说 我们金山好山好水更有好的人情味 感谢这些慈善基金会 感谢这些关怀协会 公益协会 还有很多很多的公庙三星人士 来建筑这么多的一些物资善款 对我们这些好朋友能够有寒冬送软 让他们过一个温馨还有友爱的一个过年 同时我们也在这里呼吁 这些弱势的好朋友们希望能够自助忍住 自己有一天也是能够站在这里来帮助别人 来协助其他的需要帮忙的人 金山区长陈国庆表示为了照顾弱势加户 每年都会在农历春节前夕 并没合格宗教团体社福机构 以及善心人士的爱心物资与善款 希望让弱势加户可以不需要为年节 准备年菜团圆而烦恼 而也借由一年一度的捐赠现场热闹一番 祝福弱势加户们都可以平安过好年 记者聊天和金山采访报道